早前大家都听过 人类史上第一宗 将猪的心移植到人身上 这个手术最终失败了 病人做了手术大概两个月就宣布死亡了 最近科学家终于发觉了这个移植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些猪对有色的问题 这个病人在美国马里兰州57岁 他有一些末期的心脏衰竭 所有药物的方法都没办法去医治 为什么他又不移植人类的心脏呢? 第一,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移植的器官都是短缺的 要等很久 他已经很末期了,未必等到很久 第二,他不是一个选择人类的心脏移植手术 因为这个人曾经有违医足 之前做过一些事情违反医生的意见 怕他做事不负责任 移植了给你,做事又很不负责任 浪费了个机会 不如给一个听话的病人吧 所以最终在这个人身上做了第一单 由猪身上移植心脏 落个人那里 这些都有一定的技术 或者一定的经验上支持 已经有一些公司 专系培养一些猪 有些genetic modification 即是说曾经有些基因改造的猪 专系为人类提供器官 任何移植手术 因为不同品种的动物移植 主要是一种物种的免疫系统 便会排斥另一个物种的器官 当你将一个猪的心移植到人那里 人体的免疫系统 认得这件事不是人体本身有的话 它便会排斥破坏这个器官 令到这个器官就失去它的功能 这些特别的猪脊 是做过一些genetic modification 它身上有10个基因是删除了 令到这个猪的心脏 就好像隐形战机那样 有一层隐形的涂层就查了下去 变成它移植到人体那里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认不出它是猪身上的东西 反而就觉得它是人身上正常有的东西 便可以克服排斥这个问题 而事实上也有医生 将这些猪的器官 猪的心脏移植到一些枯枯那里 亦都有一些相对就叫做成功 就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例子 所以最终这个手术就真的做了 其实就初期的时候 看上去就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心脏运作得相当不错 病人的感觉也都不错 就是说可以坐在身 可以说话 做完手术之后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测试 就去看看有没有排斥的现象 一直都发觉就没有排斥的现象 剷除了部分的基因 减低排斥这件事 这个部分似乎是OK 真的成功了 但究竟它差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测试 包括大家有没有感染的问题 病人移植了心脏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做了一个感染测试的时候 就发觉病人好像有些感染 病人体内就发觉有一个猪的 Cytomegalovirus 叫CMV这种病毒 这种猪的Cytomegalovirus CMV这种病毒 基本上是不会感染人的 人都有人的Cytomegalovirus 人的CMV是可以引起人的疾病 但这种是猪的病毒 慢慢他们发觉这个病人就有一些 开始感染的病症了 病毒的量就会变得很大 从而引发一个很大的发炎反应 出现一些类似细胞因子风暴的东西 应该这个心脏里面是有CMV的病毒在 没有留意到或者测试不到 就移植了到人那里 猪的心脏如果在猪身上 猪有免疫系统可以对付这个CMV 但当它移植了人体那里 就没有了这个猪的免疫系统 可以对付这个CMV 其实Turn out出来 原来就是基因改造猪那间公司 测试这个心脏去看看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 用了一些不太好的测试方法 查不到这个病毒 所以令到最终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其他意见的 他会觉得这个病人本身已经是有末期的心脏病 他已经身体很弱了 可能不是这个是主要原因 这个当然有争论的余地 但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手术 如果真的因为这件事测试得不准确 而最终引致手术失败的话 这个当然是非常可惜 对病人家属的创伤也很大 正如我之前说过关于疫苗的历史 大家其实都知道 其实医学很多的范畴 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在摸索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会犯很多的错误 也有很多的意外会产生 最不幸的会有很多人命上的损失 所以医学的进步的代价绝对不是少 在正面方面来看 似乎在基因改造那方面 就能够减低排斥那样东西 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如果我们防止器官受感染的技术更加成熟的话 这次的悲剧应该就可以减到最低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